法于阴阳和于数数 养生之道手中预防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白燕讲堂青春好气色 我是白燕时尚气功 督导教练玉华教练 我们今天要邀请的是 我们白燕时尚气功的首席讲师 燕宽老师 大家好 我是燕宽老师 今天这一集呢 我要跟大家讲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如果你有这些问题 我告诉你 我真的可以帮到你 第一个 如果你有胃溃疡 或者容易胃痛 甚至会胃酸逆流 严重到会有灼热灼烧感 甚至到了心脏 有的人还会严重到呕吐 你今天这一集要认真的听 第二 如果你一直想要怀孕 想要有一个健康的宝宝 但是一直觉得有困难 这一集要告诉你 练习的气功 气会滋养我们的丹田 丹田就是男子藏经 女子养胎的地方 这对于怀孕生小孩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也会来跟大家讲 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怀了 一个健康的宝宝 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的健康 还有一种 你很容易上火 就是稍微吃一点辣 吃一点炸的 就上火了 上火有各种的反应 有的会长暗疮 有的会口臭 有的会长青春痘 有的就会有便秘 有的人就会有皮肤发痒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 有这些问题的人 今天你来对地方了 我们今天有两位 两位加一位很重要的贵宾 也要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如何练习气功 把身体调好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对一个家庭 颜值超高的一个夫妻 然后又有个可爱的小朋友 我们今天的整个播音 是瞬间年龄层下降 是 我们今天要欢迎的是这个国风 还有我们的姿吟 还有我们的谁 你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大声一点 你叫什么名字 瑞银 瑞银 听她的声音这么乃一乃一 你几岁 我五岁 五岁 她已经五岁了 她也是有练功的 有练功的 所以如果不管你现在几岁 你今年准备练功 你下次看到我们瑞银 你还是要称她为师姐 哇你现在是师姐了耶 师姐 笑得好开心 我们在这个访问之前 我们先请两位先各自介绍一下 你们为什么来学功好不好 我先 大家好 我是黄滋影 那我开始接触气功是那时候 在美国 然后有疫情的情况 疫情那个时候 你人在美国 我人在美国 然后美国是整个封 封城 对 我先生是直接就是不能出门 他必须在家工作 然后我们就封了之后 我们都只能在家里 也不知道要干嘛 那当然他还是有继续上班 然后那时候我是直接在家里 就是照顾小朋友 那那时候就觉得说 不知道要干嘛 又不能出去 要练习 要怎么运动 那在家里也很无聊 那那时候可能也关于疫情的问题 大家都被封闭 你身心灵的上面有很多的问题 可能就情绪啊身体状况都不好 我那时候就开始 因为生完第一胎的时候 我本身就已经身体状况不好 我是剖腹 然后呢 我不好的状况像是 我生完宝宝 我要抱孩子 要喂母乳等等 我弯不下去 因为我的腰很痛 痛的就是 我根本抱他抱起来 我站不直 我要必须要一直弯着我的腰 然后这样补 就是有点要喂奶 因为喂奶这个是要持续三四十分钟 不是一直的 那我就只能坐着 然后抱着他 然后但站起来 小朋友一定需要你走来走去 要拍拍啊 拍对 你坐在这里他一定不愿意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状况都不好 那慢慢的 当然到三四五个月之后 慢慢的好起来 身体情绪上面也慢慢好了 那我们那时候也计划想要生第二胎 但是试了几个月都没有很顺利 那我们就觉得说 反正没关系 顺其在 已经有一个宝宝了 我们就想说顺其自然 那就加上那段时间有疫情的问题 大家情绪上面都很紧张很紧绷 也不知道怎么面对外面 那也加上大家会想说 在家是不是应该要做什么运动 那我们那时候一开始有 就是在美国就是看那个网路 有一些运动跑步啊 跟着坐 跟着坐 可是就觉得 我先插话一下 你如果腰那么酸 你不一定跑得动 有很多运动 你是不做没事 做完之后人会更累 甚至会有运动伤害 你讲对了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做那个 我老公说我腰不好 他说叫我做plank 你放在那个 趴在那个地上嘛 让你的身体是平的 我根本做不起 我怀疑他不是特别爱你 天啊 他都已经剖腹了 他的腰已经快断了 他说你要 对 你叫我练 然后我就说 好我继续练 然后他说 你现在10秒不行 再接20秒 再30秒 他叫我继续撑着 就是叫我训练 我的腰的力量 不过 不过其实他老公讲的是没有错 因为很多人会练那个 目的就是为了希望强化那个核心肌群 然后让腰有力 后面也没有 他说你应该多练 可是我越练越累 这边我要讲一下 找专家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觉得对他有帮助 可是你的专业并不知道 其实对他的伤害是很大 你要用对方法 好精彩继续说 我想他怎么继续虐待你 快点再跟我告诉我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 你就继续练 我就越练越累啊 我并没有觉得有好转 我又说 我怎么越 他说 你还要多跑步啦 所以就在家里 在家跑步 然后呢 我就继续跑 跑一跑 就说 你就四周跑嘛 我也跟你一起跑 他说还要不要加跳绳 我们又买了跳绳 因为真的没办法嘛 你又不能出去 你就在家里一直跳 做这些 我说 好累啊 我怎么越练越累 我喘不过气 我们还要顾孩子嘛 他一定会觉得 你故意不要 是不是 因为他不能体会 你真的很累嘛 因为真的 你生完孩子 你体力绝对没有之前的好 那他就说 反正你就是没运动 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觉得我真的不行 这可能就是男人跟女人的最大的差异 他没有办法理解女人 是 郭峰 你的肚子要开了一个这么大的口 你再去跑跑看 你就会发现 没有 因为他很难体会 就是说 他可能认为说 你还不够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 他也是爱你 因为他 以前就是在 打篮球 他是打篮球的 那个 那个team 校队 对校队 他就觉得说 是因为我没运动 所以我身体不好 那当然这也是事实 那我就觉得说 好吧 已经三种了 三种了 还有没有第四种 你说那个 运动 已经像那个傻瓜的那只鸡 在鸡笼里面 这样一直跑 跑得不够还在家跳绳 那还有其他的吗 差不多就这样了 这样已经快挂了 因为你室内的运动 只能这样了吗 你也不能再多了 然后我就说不行 我觉得我需要找对的东西 然后我们就 其实因为我先生 他本来以前就蛮相信 就是说有像气功 要练的这种东西 那我们就无意间看电视 因为在美国是只能网路上 就是看的 我们就突然转到一个频道 这个白燕老师 燕宽老师讲的内容 好像是我的问题 我觉得这问题是我的问题 那我觉得是不是要做这个东西 因为其实当时是燕宽老师跟白燕老师 只是在像是interview的这一种 对对对 并没有真的教你要做什么 他说如果你有什么状况 可能这就是你的问题点 那你可能要去解决他要怎么做 所以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 那我就赶快去 我们在美国最简单就是YouTube 我就马上打白燕老师的 哇就出来一堆的功法 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美国 也不是在台湾 那我就想说我们就先做吧 就是看 念念看跟着练 对那时候有七日七次 七日参长 我就连续每天大概花了 四十到五十分钟 我就一直练 我真的就是很乖 他看到我说 就是我就说我就花这就好了 我不要做你那个什么跳绳 我都不要做我就做这个 我就做这个就好了 对而且他也看我就说 你好像都做得很简单 然后我就这样一直做 做了大概十五到二十天 我就决定我要报名 为什么 因为身体有什么变化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最简单的变化就是 你越 我刚忘了讲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失眠 天哪 要照顾小孩失眠 这体力会 我其实是生产之前 我都没有这个问题 是 就是我几乎不可能会有失眠 然后那时候在美国 我失眠 就是两三点会突然起来 然后睡不着 我觉得那真的蛮痛苦的 你睡着又突然醒来 然后又睡不着 然后我就觉得说到底怎么了 那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七日参长 七日参长的这个练 而且我不只有七日 我是任何一个小工法 任何你们教练的小小的 我都跟着练 我都跟着练 我每一个都去点 我的点阅率可能是我 我一直跟着坐 我有让他有升上来 我就一直跟着坐 我就是这样四五十分钟 一直练 早晚练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因为还有那时候有坐换海 就睡前 对我就换海 就是只是跟着那些小工法 他就说 我就跟我先生说 真的有帮助 睡眠就睡好了 两点三点没有再醒来 然后就可以一路到早上 然后我就说 这个有帮助 我们就决定说 是不是我要报名 那我那时候光是练 小工法是练了整整一个月 然后我就是觉得 好报名了 我一报名 然后那时候是跟那个 秀美教练 秀美教练 然后我练了 那时候是online直接 然后第一天练完 因为它是两天的课程 我第一天练完了之后 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好累 这个累的状况 已经不像是我之前 因为我们之前 我是早晚练这种 七日餐餐 我觉得这种 应该不是到我这么累 我觉得不对劲 我需要去 验验看 我觉得好像有 身体有一些状况 我就突然trigger到说 要去验了 一验两条线 我超级傻眼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 都是 努力想做人 对对 这个地方我要补充一下 两条线 怀孕检查两条线 不是COVID-19两条线 你这个讲清楚 是是是是 对对对 因为不是生病的 不是生病的 我这边必须先查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们气功 我现在讲的是 正统的道家气功跟中医 它是同源不同中 就是他用的理论都是一样 但方法中医是给治疗 气功是自己练的 皇帝内经是中医的圣经 也是气功的圣经 里面有一句最重要的话 最重要的话 百病皆生于气 我的气如果不调的时候 我全身哪里气不协调 哪里就会生病 那我可以很确定 当时你应该是生完小孩 气也没有recover 然后人就呈现一个虚的状态 那一开始我有讲到这个丹田 丹田呢 这个中医的形容是男子长经 女子养胎的地方 所以你伤到了丹田 他不能养胎了 所以你很努力的试 那从气功的角度 气顺了 他就好了 所以你练了很认真的 练了各种小功法 练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他已经开始修护了 就是这个丹田的功能 修护好了之后 怀孕了 所以如果你一直想要怀孕 然后一直有困难 这个我们的气功确实有帮助 玉华教功这么多年 应该也遇过太多了 跟大家分享 我印象当中有一对 这个算是医检师 医检师 两个夫妻都是医检师 那他们需要轮班 所以生活作息 稍微比较不正常一点点 那么当时他们也是 很结婚好几年了 都一直没有怀孕 后来他的姐姐就介绍说 来上和气舒押法 在上课之后呢 一个礼拜以后 他就说 他的感觉身体比较有力了 一个多月之后 他就跟他的姐姐说 怀孕了 怀孕了就怀孕了 对 然后他们就非常高兴 因为已经很多年了 就很多年 因为医检师嘛 所以本身该做的那些治疗 什么其实都做过了 所以他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他说哇 才练了一个多月而已 他就怀孕了 而且其实在 除了这个案例以外 还有很多的学员 他的案例是 本来就是太太 就是有点过敏的体质 然后那个 就是也是一样 就是前面的 这个第一胎 也生了以后呢 后面就是不太能怀孕 那后来他的先生觉得说 我太太怎么都是 他练功以后 发现那个嗅觉敏锐 他一直觉得太太 身上味道很重 然后他的太太的这个 手 这个湿疹 还有富贵手非常严重 然后就跟他讲说 不然你去学好了 结果没有想到 他太太学了 大概三个月左右吧 就怀孕了 对 然后后来就生了 后来变成是三宝 三宝我妈 对对对 本来是生一个 后来所以第一个 第一胎跟第二胎 其实是相隔 是很好几岁的 所以后来那个 这个学员就跟我们分享 他说他太太有跟他讲 他说你不要再让我怀孕 你再让我怀孕 我一定把你赶出去 好那老师来解释一下 我用一个比喻 你可能会比较清楚 因为很多人很难想象 怎么可能 比如说我们家里 水管堵住了 然后如果你水龙头没有顾好 然后水就会怎么样 就开始就淹了 对不对 然后淹水了之后 墙壁会腐烂 漆会掉渣 然后家具会裂开 然后你就要很辛苦的 把这些水全部弄干净了 然后再一次的下雨 他又再来一次 好 练习气功就是把那个堵 堵住水管的那个地方 你只要把那个堵 一拿掉之后 我们的水会立刻怎么样 整个就宣泄 它立刻就通了 所以百病皆生于气 我教功这么多年 玉华也教功这么多年 我们真的看到很多的奇迹 你有没有发现这是奇迹 真的 你无法解释 真的 你就是那个水管的那个踏了 真的 通了 你先生教你的就是 既然这个墙壁都脱落 我们赶快来重新游漆吧 你一定是漆的不够浓 所以你要多漆一点 然后家具裂开 来我们再来跑 我们在家里这样一直跑 一直跑 可是他那个裂缝合不起来 你一定是跑的不够多 再跑那在家跳绳 所以方法对了 真的身体会瞬间就改变 你想一想 本来你的子宫 他的气一直进不来 养分不到 你的子宫一直在贫乏的状态 在缺血的状态 即使你受精了 就受精软已经成功 可是他没有办法着床 他发现这块田地 是既寒冷又没有营养 他与其着床将来生出不好的 他干脆就自己选择 我不要让他能够成功 可是当那个一拿掉之后 养分立刻下来 那个下来有多快 你想那个血液跟能量 不就下来 他就马上滋养了这个子宫 所以他一得到滋养的时候 受精软一来 哇好温暖哦 因为子宫壁有血了之后 养分到了之后 他就很顺利 就着床 这也就是我们讲说 百病皆生于 其实气功太神奇 是老师我补充一下 我刚刚讲的案例 好不好 因为我刚刚有讲到 那位学员的太太 她是因为这个 有皮肤过敏失诊的问题 那她其实她学功以后 非常神奇的就是 因为她很多年都是富贵手 每一次到冬天的时候 都是这个老公在做所有家事 因为她没有办法碰水 那当她练功以后呢 她很快她的那个富贵手就好了 她老公就说 哎呀我终于可以不用做家事 因为她的富贵手 是她太太的那个皮肤失诊 富贵手的问题 非常快速就改善了 然后她怀胎 不是生下的那个宝宝吗 好健康好活泼 好生出来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那种气功宝宝状态 有没有 就头好壮壮那一种 然后发育非常快速的 所以这个如果说这个 想怀孕的话 能够在怀孕前把身体调好 就像燕宽老师讲的 你那个气通了 然后身体里头那些湿气 都已经调节好了 是温暖的 那以后孩子就不会有过敏的体质 我再补充一下 你们也都多听 以后你有遇到这样的朋友 可以告诉他 刚才玉华教练讲那个富贵手 在我的眼睛 我是不去想那些病的名字 这个学生 我认为他是一个 没有皮肤的学生 他的皮肤是烂掉的 你看到他的都是肉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能洗碗吗 那个水碰到是剧烈的疼痛 他没有办法洗头 他说那个老师洗头 就好像满清十大酷刑 你想全部是伤口 不停的化学盐分在上面 很痛的 话又讲回来 为什么瞬间好了 也就是他本来要输送养分的那个点 气通了之后 养分立刻去滋养皮肤 很快的时间 他就又长回来了 这个是我们见到 这就是眼前的奇迹 我知道那个学生 他介绍几百个人来练功 因为所有人看到他的变化 就不用再解释了 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 我说的又另外一个 所以非常非常多的学员 真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像燕桓老师讲的 就是百病接生于气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方法 是调气的话 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百病了 对 好 我还有一个 就是他不能吃好吃的肯德基炸鸡 他也不能吃很多美好的食物 因为他说他的身体很容易上火 跟我们讲一下 因为现在好像上火的女生越来越多 对 我这个上火的问题 其实就是当时 为什么看到燕桓跟白燕老师 你们的那个节目 你们就是特别在讲这件事 因为这个上火的这个问题 已经跟了我 当时的话已经十几年 我从年轻的时候这个问题很严重 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严重 对 我的上火的问题 跟我们讲什么叫上火吧 你会怎样 上火的 我会 今天吃了一个炸鸡 或烤肉 或烤肉 炸鸡 炸的 任何炸的薯条辣的 或者 重口味的之类的 重口味 任何的有关于 补 对 补的 就是说我连任何的那种中药 才要补的 四物汤 我都不能喝 会怎样 会怎样 你就喉咙痛啊 肿啊 然后任何的 譬如说有时候会串上面头痛 有时候串下面 都是任何的地方他都会串 我就三不五十 我都在看中医 皮肤会怎么样 也是会痒 有些地方 医生就说你这就是上 他的不是过敏哦 过敏是一整片嘛 他就是那个地方可能就不舒服了 然后我就是任何地方会串 那时候皮肤漂亮吗 如果吃了炸的 满脸豆子 哎呀 我的豆子真的是永远都是满脸 然后我就是 我很难想象你说你以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我那真的是还有北斗七星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我学功前也是这样 也是属于容易上火的体质 稍微吃不太那个太补的 这个你听懂 你听懂台语吗 可以可以 这个就是台语俗称的 因为以前就是 你嗷就是 第一个喉咙不能出声 你马上觉得上火 这边会腫 然后嗷就开始头痛 嗷就会发现 哇全部都不对劲了 真的你就是说不出来 人家就说你看起来很正常啊 西医就跟你讲说啊你怎么样 然后后来为什么我一直去找中医 因为你吃了药它就会缓解嘛 就会舒服 可是你解决没有找到那个病因 就说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那一次一看到 白颜老师 英华老师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阴阳不调 我就想说 这讲到我的问题点 我就是阴阳不调 我才会一直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就七天七日三 我一直练 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阴阳不调 我就趕快很努力的练 我就是一直练一直练 练到就是我把失眠那时候先调整好 然后就顺利的怀孕等等的 我那时候那一个月我其实应该讲我最快乐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我让我自己生心灵 那因为第一天我不是就知道我怀孕了 我那时候其实练大燕高了 大燕出的时候我好开心 因为我终于练功 就是有教练带我入功了 我好开心 总算见到燕宽老师 跟着老师练功了 对然后结果第二天告诉我说 你怀孕不能练功 你知道我那时候就多伤心 我就说我还没有把这个完整练完 我就不能练功了 刚买了票到了戏院 然后刚开场 不行请你回家 真的 我补充一下 看那时候 德天就跟我说 为什么你要把我搞怀孕 明明我要练功 对我好生气 我真的很生气 我就说我不能练了 因为那一个月我其实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让我身体 就是那时候一直看静欢老师讲 你自主生命 你会很开心说 我终于控制我 我可以控制 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原因 为什么我会失眠 我会上火 我其实那时候也很痛苦 就真的就是觉得每次要去找医生 我要上火了 我又要吃药 那你觉得永远不知道原因 然后你就觉得怎么办 但是那一个月我找回说 我可以练功 我可以控制我的状况 我可以让我的身体慢慢的调整 我现在还在问一个问题 因为一般如果容易上火的体质 就是第一个就是元气很虚 这些营养的东西进到身体的时候 你转化不了 他反而就变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但这样的人如果他怀孕生子 其实后面反应是很大的 你可以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他是以前上火的体质就生 然后反应跟你的气功宝宝第二胎 生完之后 请问在恢复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吗 跟大家分享一下 虽然我只有一个月 对不对 就是我练了气功的一个月 可是我真心觉得两胎的状况非常不同 哪里不同 第一胎我是燥热到不行 他是燥热的 他很燥热 他也很怕热 真的是一个很热的宝宝 我生我儿子的时候 我就没有这种状况 虽然就是短短练功那一个月 我就很明显 我也不会一直跟我先生说 我燥热怎么样的状况 皮肤状况好像也有比较好 怎么了 第一胎会出疹子吗 因为通常气虚的人会出疹子 可能现在有一点想不出来 但是第二胎我的情绪上面 跟第一胎也好很多 我很平稳 然后我的前三个月不是就是最容易 情绪上 对状况很不稳定 你又想说你常常会觉得火气就上来 因为其实就是因为 所以你的上火也包括脾气的上火 对因为这个情 因为你的阴阳不调 你就是觉得怎么这个就 你就情绪就好了 对 这个不对 都是他害的 反之都他害的 对 但是第二胎的确你会比较能控制一点 自己个人的情绪 不会说看他不爽的这个 比较顺眼了 第二胎 对 真的 我突然记起一件事情 好 就是他第一胎在生 怀孕之前 他的脾气特别大 突然吓到我 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怀孕了 但那时候还不知道他怀孕 我就说你去测 看看你有没有怀孕 第一胎 然后就去测了 结果 就真的两条线 是 就是第一胎怀孕的两条线 但是第一胎没有练气功的时候 他的脾气就非常不好 然后然后你 你因为第一胎生完以后 你的腰是很酸软疼痛的 我也正想要问这个问题 第二胎怎样 第二胎 第二胎因为我其实我很急的赶快练功 但是因为需要60天嘛 就是你需要恢复 那我刚好赶上大宴的 就是4月份的这个开课 我真的练完之后 我自己非常有感 真的是那气功病灶非常严重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就是上火的体质 这个身体的状况不好 我练完功大概气功病灶 加上我不到6个月的期间 大概2到3个月 我整个身体状况就恢复 而且比第一胎状况还要好 好到我让我先生都吓到说 你怎么可以恢复这么快啊 从你的眼睛告诉我们 你发现什么叫做好的这么快 你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 你看他第一胎的恢复 跟第二胎上完的差别 如果要讲他不同的状况的话 其实差别蛮大的 第一胎 他生产完之后 第一次脾气 也还是不是很好 对 因为痛 就前一个礼拜还就跟我说 我不要再生了 是 而且是对我吼的 然后他的皮肤状态也有一点 很差 暗沉了 不太好 不美了 还是美 可是就是 反正就是不美了 对 然后 腰酸啊 然后做事情 没有办法像之前一样这么的 利落 利落 然后常常会说 我这里酸 我这里痛 我不舒服 然后重点是恢复期很慢 生产完恢复很 拖了很久 他才好 但是好了 也没有说完全恢复到 之前的状态 体力上面也不是 还是体力不是那么好 但是在第二胎 第二胎 气功宝宝生完了 对 生完之后 才几天就下床 然后 那个酸 没有讲过什么酸 也没有说他多累 对 然后 皮肤状态其实 好的很 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很好 对 那 一两个月 他的皮肤 他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很好 也没有脾气 就是整个都很顺 然后又加上练功之后的 恢复期 就是 整个体力上恢复的状态 恢复的非常好 恢复的很快 他也说 你看起来根本就不像 生完第二胎 感觉好像比之前还好 看起来不像生过小孩的 小孩可以再生第三胎 不用 对 对 看看 OK 其实老师拍了很多的这个影片 在YouTube上面 其实这个都算是抛砖引玉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讯息散播到全世界 然后其实你非常有智慧 这个是了 这个对 你当下就决定我立刻我要把这整套功法学起来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目的 就是说我让你试了一下 这个可以 好像蛮顺的 赶快整套的功法学起来 学到就是你的 我今天反问一句话 如果你当时到现在都没有遇到我 他持续让你跑 持续让你跳 你的腰持续的酸 他不断的变重 那你还是活着 到今天你觉得你会不会不一样 我可能会很惨 我可能第二胎都没有 那肯定就没有 因为你自己就不行 对啊 那你觉得这样的人生 真的会很痛苦 真的 我真的觉得这是痛苦的 就是我一直看到 燕欢老师跟白燕老师 你们一直讲的就是 我们自主生命 就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就好 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为什么要依赖别人 你为什么要依赖别的人给你 譬如说药啊生命的维持下去 你自己就做得到了 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小师姐呢 一直动来动去 我不让她说一点话 她已经快不行了 那个Adela 是不是 Adela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 你练 你会练气功吗 会 你都练什么功 我会练正阳功 你会练正阳功 会练正阳功的一般都是很厉害的师姐 然后你练了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对你有帮助 什么帮助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你最喜欢练正阳功之后什么感觉 你为什么喜欢练正阳功 所以她是真的有练 她不是说正阳功 正阳功的夜功 因为正阳功有分成功跟夜功 所以你很喜欢练夜功 夜功练完你会怎么样 我会很想睡觉 是不是很快就睡着了 很快就睡着了 好 那我在这边讲一下 大家可能很期待我们Adela 会怎样怎样怎样 我告诉你她不会怎样怎样 因为她是小孩子她很健康 我们都知道 睡眠是人最大的补药 Adela你如果能够好好的睡觉 我告诉你 你会长得很漂亮很漂亮 然后你会长得又高又美又挺 而且你的皮肤会很漂亮 你练功之后有没有觉得 我真的一下就睡着 你要讲有 你不能点头 有 有没有 有 有 好 那你有沒有发现早上 会有很多的体力 一直玩一直玩 有 有 好 你看小孩子只要能健康能玩 够了 其实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那妈妈可能会比较有体悟 就是有练功的小孩 脾气比较稳定 真的她是真的练完功之后 我觉得情绪上面有转变很大 然后尤其加上就是刚刚叶宽老师讲的 因为你睡眠其实有帮助之后 她其实你也会知道说 她整个晚上是不会一直翻来翻去 她可以睡得很沉 然后她早上起床的时候也不会跟你生气 因为这个晚上的修复很重要 那我们自从从去年开始让她练了 这个成功跟叶宫她都有做 其实真的只有短短的十分钟 小孩子你看到很明显的状态是 我不用去告诉她 我就说你练了叶宫你自己就知道了 那个阿迪拉 仙人指路你的手都会怎么做 你最会 你最会 来比一下 马上比一下 仙人指路 你最喜欢这个了 对吧 仙人指路 敢不敢 先站起来 你放着 快点 然后呢下一个 往前往后 都有 来往前转 再转 再转 我告诉你 哇很标准 拍 这个是要练她才能做 因为你现在马上教她不一定会 而且她现在知道要向 另外一边 她马上知道要向 右边 再回拍 哇 掌声 好 请坐 你是我们今天最佳女主角 大师姐好厉害哦 你知道这些动作你这样在做 很多人在练的时候是会摇的 她站不稳 可是你真的做得很棒哦 等一下老师要送你礼物 哇 太棒了 我今天呢 准备了一个康乃鲜 我要送给我们阿迪拉 因为明天是母亲节 我让你可以送妈妈 因为妈妈很伟大 对不对 她把你生出来 又把你带大了 对不对 好 这等一下送你 你帮我一件事情 毛毛虫暂时先不要动 因为她刚才已经忍到不行了 好 那等一下再请你配合 你真是我见过最棒 不得了 可以这样在这边坐30分钟 然后真的是很棒 好 我们接下来听听看 男主角 你千万不要被她的外形给骗了 虽然很帅 但是呢 她其实也有她的苦衷 年轻时候是篮球校队 你为什么来学工 我来学工的话 一开始 当然我一直以为我的身体都是很健康 是 因为其实我从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但年轻的时候都不会感觉说 身体有什么问题 因为常常也是运动 是 也不觉得皮肤身体有怎么样 那 我会学工 当然是有一位贵人 贵人 介绍我 就是呼人 对 一开始我也是 刚刚听我太太在说 她怎么开始学工呢 我其实也有看看到 Youtube 彦宽老师 Youtube 阳彦老师上面的视频 我看了说 其实我对这种气功也是很有兴趣 但是男生跟女生的这个反应是不太一样 对 我看就蛮有兴趣哦 但是身体就是不动 对 所以就是看着她在做 好像还不错 颤掌偶尔会学一下 跟着做一下 跟着做一下 还不错 才颤个两分钟 我怎么就流汗了 是吗 对 打球 也要打一段时间才会流汗 那为什么颤一下就可以流汗 那你肯定有鼻子过敏 有的 鼻子过敏的人 他一练功 因为大拇指是肺筋 那一颤动的时候 这个气一通了之后 然后肺阻皮毛 身体的那个寒气 然后你堵在这边的这个鼻子的气 他就从皮肤宣泄出来 我讲的对吗 对 没有错 你有鼻子过敏 我鼻子过敏是一个我 其中一个我最大的病因 你不是说你没病你很好吗 对 一开始都以为没什么病 以为 以为说这个是正常 对 我以前年轻时候 其实也是常会打喷嚏 但是只是觉得说 这都正常的嘛 大家都会打喷嚏 对 那因为我本身 其实对海鲜也是有过敏 所以我也以为 可能只是一个海鲜 大家都会 对海鲜过敏 对 对 那所以说练功之后 就是先学 试着学而已 那 最主要让我 开始学功的时候 是太太当时 生完第二胎 跟第一胎的变化 变化非常的大 所以 当时我就想 那是不是我也可以 试着跟着学学看 那我也是从 一开始就是从大烟开始学 那 和气 哦 和气开始学 然后 一路练 一路就练一直练 但是 我的过敏的程度 其实是蛮严重的 因为我 再跟讲一下什么叫严重 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是真的 什么 很多人的过敏可能就是打打喷嚏 对嘛 就这样而已 眼睛痒痒的就这样子 但是我过敏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症状就是我打喷嚏会打十二个小时 然后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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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三秒 哈啾 十二个小时 就一直在打喷嚏流鼻涕 打喷嚏流鼻涕 会一直蹭 然后 卫生纸是可以用一盒一盒再一盒 是 然后就连续一直打喷嚏 你都不用上班吗 要上班的 那这样能上班吗 可以上班 哈啾玩的时候大脑是空的 对 因为你不能集中 因为你正要想事情 哈啾那就中断了 这所以 我的工作算是会计 那很多时候你需要用脑 然后你要集中 那你只要一打喷嚏 原本之前在做的工作 你重新 刚刚想好了 已经忘了 又重新要再 再想一次 然后就 很没有办法集中 所以你从学生时代就过敏 其实我是一直都有过敏 小时候吧 小时候就有过敏 我刚才我们录影之前 他说他是打喷嚏24小时 怎么可能 12小时 你是24小时还是12小时 其实就是 12小时到24小时不等 有时候短一点 有时候长一点 但起码就是12个小时 至少 到24小时不等 那你怎么睡觉 就睡一下 被朝 就是打喷嚏醒 就鼻子痒啊 鼻子痒就睡不了 然后就打喷嚏 鼻子好一点的时候 睡着了 5分钟10分钟 又被 自己又会醒来 嗯 打呃 醒鼻涕 然后又再打喷嚏 然后再重新回去睡 就一直这样循环 到真的缓解 要快一 大概要一天之后才缓解 哇好难想象哦 那是季节才会发作 还是常常没有来就这样子 没有来有 呃 可能环境吧 嗯 我在 他回台湾比较严重 哦 湿气 湿气 灰尘 换季 基本上都是都会 那你在练功期间 你的那个鼻子过敏有反应吗 有 就是我最大的反应就是 鼻子会打喷嚏 只要一练功就打喷嚏 嗯 一练就打 然后鼻子就会痒痒的 然后打喷嚏打喷嚏 哎 练完功就 就好了 就停了 就停了 哎我问一下你小时候会常感冒吗 好像常感冒 常感冒 好我现在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他会打喷嚏 我们人人是一个37 36到37度的一个恒温的动物 那身体为了要保持他能够活下去 他会把寒气排出去 我们人的身体很怕湿跟寒 那为什么会打喷嚏 因为打喷嚏是 哈啾 你看我这个动作 哈啾 其实这个是很用力 他是为了要把身体的寒气排出去 所以他就会一直打喷嚏 好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寒气 就是如果你是在小时候常常感冒 那感冒当然就吃药了 那症状好了 但是寒气没有出去 所以我不知道你小时候会不会咳嗽 因为这个是会伴随咳嗽 咳嗽也是 这个都是为了要把寒气排出去 那我见过大部分的人是感冒好了 但是寒气没有出去 最后他就会延伸成为鼻子过敏 因为你等于持续在做这个动作 这个地方就堵住了 但身体我现在不是讲西医 我现在从人体气学来讲 他就是要把寒气排出去 好 那你练了大雁弓之后 因为我们大雁弓第一个就是打开我的命门 就是我要启动我的肾气 肾气启动了之后 这个阳气就开始在身体运转 这个时候的打喷嚏就是阳气把寒气逼出去 所以你练完功十分钟 你会发现 OK了 为什么 寒气出去了 除了这个就是鼻子痒 然后过敏打喷嚏以外 其实还有很多鼻子过敏的人会到处会鼻水倒流 然后鼻水倒流会刺激胃酸 所以很多人其实那个胃酸的问题 都是那个鼻子过敏所引起的 你有胃酸吗 有 在 郁华你看多厉害 这样都可以测到了 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胃怎么了 我之前的胃酸特别的严重 是 胃有胃 一开始可能还好 但是通常都会到严重到胃会灼热 灼热到会心会有点痛 会到心胸 烧心 火烧心 对火烧心 Heartburn 你连呼吸 都会痛 呼吸 胃 这边 背部 中间 这边 这边 就会开始就会痛 每呼吸一次就会痛 你就会变得我什么都不想做 然后 如果严重 严重到胃酸到很浓的时候 还会导致头痛 那头痛就有点像发烧 生病 就是头痛嘛 但是痛痛会越来越痛 痛的部位是在哪里 那个时候痛的时候 头痛嘛 整体都在痛 整个就是很 很均匀的 都痛 对 都痛 那痛到会吐 就会自己就知道我要吐了 我要吐了就赶快叫 那个胃酸逆流头痛我知道 吐倒是很少见都是很严重 真的很严重 我也是之后才发现原来是胃酸导致我头痛 我一直以为我是不是感冒 因为你会全身发热 然后痛到发热 然后头痛 我都 玉华我都不知道他的健康教育跟谁学的 他一直都觉得我很健康 我没怎样 我除了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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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整颗痛 然后那个鼻塞 我都很好 老师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大部分的男生都是这样 都觉得他很健康 对对对 几乎所有的男生 男学员大部分的 我没有什么病 然后练功以后就说 你这个有没有好 有 这个有没有好 有有有有 真的只有练才知道 真的 我觉得是观念的问题 我很难想象 国锋是会计师 然后Heartburn 胃酸逆流 再加上呼吸都会痛 整颗头爆炸的痛 还能够算账 好 然后还配合呕吐 再加上醒鼻涕 Heartburn 12个小时以上 你能活到现在 还能有工作 我真服了你 对 我觉得我很痛苦 而且 而且我 其实我还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说 运动就会健康 其实国锋是一直都在运动 但是他这些症状都没有好 你还有运动 对不对 但是你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在美国 会最常喝的一个东西 叫做冰水 Ice water 他只要运动完 就是喝冰水 而且喝很多 加很多冰块 所以他从小一直都这样在喝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 也是加上这个原因 他 寒气都 所以老师一开始就讲了 湿气又寒气 所以又有了 就是一个寒气 我跟你讲 别老师怪环境了 都自己搞死自己的 什么又到台湾 又怎样了 又怎样了 都是把自己的身体 自己搞死 所以你找到专家 就是你会学到一个很正确的养生观念 真的太重要 太重要 你能想象 如果你会活到90岁 就像打喷嚏 跟胃酸逆流 再加上头 你你有没有想过 我 这日子要怎么过 我可能会干脆不想活 因为这真的太痛苦了 我光是过敏 打喷嚏12个小时 我基本上我就想 我以后都不要再 吃这些 喝这些 会让我过敏的东西 是 一定要让我的 这个过敏好 所以现在就是 可以练功 就要练功 把寒气排出来 现在都很早在打喷嚏 他的以前那个床旁边 真的是一坨白色 然后现在是已经 就是自从练功之后 就是两三章一点点 那个很明显 你就会知道说 那个练功有没有帮助 因为我是在整边的人 当然他刚刚讲的这些言論 我说 你以前真的好辛苦 对啊 你各自辛苦 所以你也不太了解 其实他打喷嚏鼻塞 你在旁边睡不好吧 他应该也会有 有这个打憨吧 因为鼻子过敏的人 声音很大的 是的 真的 所以我其实也知道他 但他都会跟我说 没事啊 这个都没事 你没事他都快死了 当然你没事 还睡不着 因为会影响你睡眠吧 是的 我们后面 后期的时候 他有一阵子很严重 我就说那我们就分房 因为这样会比较 因为我也失眠 因为那时候我还失眠 然后他又打呼很大声 好不容易你睡着 他又把你叫醒 真的 真的会这样 好那我现在要来解释一下 运动跟练气功的差别 运动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习惯 但是运动是不能致病的 我要再讲一次 运动是一种良好的习惯 但它不是致病 运动的目的是要增强我们的这个体质 比如说训练我们的关节 训练我们的肌肉 增加我们的肺活量 但是我们练气功很清楚 我就是要练我体内的这一股能量 这股能量可以让我的气血畅通 滋养我的五脏六腑 我教过很多位健身的学生 他们第一次 玉淮帮跟着我们在大陆 在杭州 都有那个好壮的学生 都长肌肉 然后他就来跟我们学 我就说你那么壮 你为什么要学 他说老师 我觉得你的柔软让我佩服 因为他看我们动作都很柔软 你看我也是有肌肉的 可是我们很柔软 我说你相信老师 你半年的时间 你就认真的跟我学回春宫 学大雁宫 我会让你的肌肉更有线条 你知道他们就继续去练健身 然后每天就花个十分钟 或二十分钟就练功 你知道半年之后 那个线条更漂亮 他说以前我们练完健身的人 就肌肉是紧绷的 然后紧绷的时候 你有时候要去给人家按摩 去推 然后吃一些保健品 然后保健品吃了之后 肉会更大 就会更硬 他说他练完功 他练完了健身 大概休息二十分之后 他就开始练功 他练完之后 他又发现 有那个气在他的背部 帮他的肌肉这样 他自己形容 他说老师就有一个东西 把他推开来 然后我就发现 我的肌肉就很柔软 我那时候还有一个 也姓魏 他是台湾的一个学生 然后他是台大毕业的高 那个高材生 也是练健身 他练完功之后 他说老师我现在线条更漂亮 为什么 因为脾胃的功能好之后 肌肉长得会更好 所以练功跟气功不相妨碍 如果你已经有运动习惯的人 我会建议你 你可以先来试试看这个气功 你会发现会试半功倍 效果更好 是而且平常有在运动的人 其实在练功的时候 这个得气更快 更快 那经络通畅更快 所以呢 你一定会改 你一定会明显感觉到 练功跟运动的差别 所以我们希望 你已经自己有运动习惯的人 你更要有一个练功的习惯 因为呢 运动跟这个练气功 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会让我们的这个身心 都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今天很开心 能够访问到我们一家 非常可爱的一家人 虽然我们的小朋友在旁边 他其实真的是很活泼 他已经尽力的乖乖坐在那里 真的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让你表演 好不好 你是我们见过最乖的小朋友 因为已经很乖 坐在这里也没有离开 哇 你实在太棒了 真的 而且有练气功的小朋友呢 他的大脑发育会更好 以后你的功课一定一级棒 是不是 各位观众朋友 真的你们从头看到尾 他才五岁 五岁能够这样子接受采访 然后基本上就这样稍微动一下在那里 不得了 有的那个已经完全失控 像脱缰的爷马 好像那个跑三级已经全场都弄乱了 算是情绪好 他是三岁半练功的 对他三岁半开始练和气 那我们那时候在美国 然后就线上跟资琳教练练 那我觉得那时候我觉得最有感他练功的这个改善 我真的就是虽然小朋友都知识都不对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睡眠情绪 对那时候他情绪真的更差 你就会感觉到哇 其实你们不要一直说他差一般那个情绪都有遗传的那种 对 你看他女儿是不要一直说我 是你自己的 其实你看他现在多可爱多漂亮 真的 这次小孩子 足下童子宫对他一辈子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真的是童子宫 那我在最后总结一下 有胃溃疡 你那时候有没有胃溃疡 有没有讲到但我有有一次是真的有胃溃疡 就是有医生有看 对 然后全部都红的 是对 所以胃溃疡胃酸逆流 鼻子过敏打酷 然后过去感冒体质很差 练气功真的非常有效 然后你想要怀孕 然后想要把体质变好 再一次的变漂亮 身体很虚容易上活的人 气功真的对你帮助非常大 是的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希望能把我们的影片能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困扰的朋友 你一定要让他好好仔细的听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大家 开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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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